阿姨 我们这几天抓到了63条猪 你说洋气不洋气 喝了手不喝了手 进山大概进去40公里左右 然后周围的一族家庭 一族同胞的家里面的这个小猪仔 被我们就是基本上说完了 除了他们家里面留个一两头 就是不处理的 养的过年的 那其他的猪全部在我们这里了 那么这个猪的话就到此结束 一共就是63条猪 今天上午 就是卫生防疫站的人 他们已经过来 把这个猪全部都冲完雪了 可能是我亲爱的老婆 然后文书 还是不行 我稍后跟他打过去 今天已经抽完雪 然后抽完雪之后 他们要三天之后才出结果 因为他这个雪的好像结业的东西还挺多的 嗯对 对他搞完抽完雪之后才能够出这个潜意报告 然后我们车辆这一块也已经找到了 现在给我们的价格就是12元一公里 这两天才能够过得去 我跟文书回个信息 这头公猪花了我三缺大羊 好好的啊 好像110多斤这个猪 老板娘在算账了 我看一下 我们这个猪不准备要了 开玩笑的 那你现在你可以打个八折给我 八折就八折 拿回山上去也卖不掉了 对啊 所以你只能够给我啊 八折啊 八折就八折 嗯 那等你上网站 我看一下我们这个要多少钱 又来卖果的 不过还有好多果吗 没有多少了 还有几个吃的 那个果地里没果了 没果了 最后一点 有几个给地面寄回去就完了 我就失业了 我就没工作了 我去果地里面看一下 嘿嘿 我只有心情在特别特别好的时候 我才会吃一颗 我的这个虎龙果基本上已经吃腻了 兄弟们你们知道 当你的兄弟有这么大一片虎龙果园的时候 这个虎龙果啊 就是随时随刻管保的这种感觉 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吗 我也是用的 你是不是一直在不断 的 我现在是会想的 我其实不只是意图 就 tam有多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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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扶你 先吃顿饭吃 好吧 好吧 那大概就是 花这么多费用 七万 好了好了 那大概就是 就是这样子吧 你看我们这蘑菇搞了 就搞了这么一点点 下午见山踩蘑菇 好五个啊 好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